美欧日贸易同盟现端倪,或孤立中国。 看中国2018年7月28日讯,美国和欧盟的贸易纠纷有解决的迹象。 双方同意向零关税目标努力,欧盟将增加购买美国大豆和液化天然气。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欧怕敌唯有对中国不利,欧,美日相继解决贸易争端后,中国将陷入贸易困境。 美国总统川普与到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7月25日在白宫会面后达成协议,同意展开贸易谈判,避过进一步贸易战。 双方同意在飞汽车类产品,致力达至零关税目标,以及消除贸易壁垒和补贴。 一个多星期前还称欧盟是敌人的川普形容协议将达至双赢。 川普,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日子,非常重大,我们在白宫这里会面,去开展美国和欧盟新阶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在南非约汉尼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至此时强调,贸易战不可取,因为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呼吁金砖国家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但中国官媒发表有关习近平的致辞时,文章用字相对温和。 分析人士认为,这与美国和欧盟达成协议有关。 清华大学政治戏源讲师吴强认为,美欧的协议使北京措手不及,而目前北京面临的困境已超出世贸层面。 吴强、美欧、美日的零关税协议表明川普政府的一个有趣变化,他讨厌和避免WTO这样的多边组织,一直喜欢使用双边协定的方式取得外交进展。 这跟中国政府之前在南海问题的办法是一样的,对贸易自由的处境毫无疑问有历史性的变化。 目前看来中国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和应对。 即使在非洲采取的大规模的援助,也只是以巨大代价获得表面的成功。 协议另一重点是欧盟同意购买更多美国大豆。 目前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川普曾批评中国此举是针对美国农民。 大陆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把美欧达成协议,视为川普对中国的反击,预料中国在世贸组织将进一步受到孤立。 拱胜利,农民其实是川普一个主要的选票来源。 中国的媒体说,打川普要打,美国,农民的选票,看来是偷鸡不成反亏了一把米,因为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需求量很大。 美国的农业人口大概只有6%不到,而且川普已经为这些人口提供补贴120亿美元。 他为了这场贸易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欧美日经济体占了几乎全球60%以上的GDP,这个大事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抵抗的。 虽然美国欧盟初步同意非汽车类产品卖向零关税,成功避免触发新一轮贸易战,但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不能对贸易前景过分乐观,因为这次达成的协议相当模糊,预料贸易谈判过程仍将争议不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